美国为什么急于从阿富汗撤军 这一目标又是否能够实现 我们来看相关的分析 美国于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 推翻塔利班政权后 深陷战争泥潭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据美国国防部统计数字 在过去18年里 共有约2400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死亡 2万多名美军士兵受伤 阿富汗已成为耗费美国国力的一道 难以愈合的伤口 而撤军符合总统特朗普的一贯主张 特朗普对美军在中东地区 处有大量部队一直有怨言 在竞选总统期间 就曾主张尽早结束海外战争 让美军士兵回家 就任总统后更是屡动念头 要给美国海外驻军受伤 不过不少美政府高官 国会议员及军方高层 对美国从中东等地区撤军 持保留态度 认为太快撤出会毁掉 美国打击极端组织和基地组织的成果 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加之美国与塔利班之间还缺乏互信 美方认为很难确认塔利班 是否会严格执行相关协议内容 因此有分析认为 如果与塔利班最终达成协议 美国可能会从阿富汗撤走部分兵力 为特朗普增加竞选连任的筹码 但考虑到阿富汗安全形势等因素 诸阿美军难以完全撤出 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 美国恐怕仍将会在阿富汗继续保持军事存在 阿富汗继续保持军事存在